在娱乐圈的喧嚣中,有一个名字逐渐崭露头角,他就是陈毅。 这位年轻艺人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稳定的情绪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 当大家纷纷好奇,陈毅是如何做到在众多场合下都能保持情绪稳定时, 我们不妨从她的日常点滴中寻找答案,下班回酒店的路上, 陈毅面对热情的粉丝,不仅耐心回应, 还学起了安保的湖南塑料普通话与粉丝交流。 幽默地说,都没有走路的地方了,都没有走路的地方了。 这种接地气的互动方式,让人感受到她的亲和力和乐观态度。 在南风之我意杀青现场,诚意被粉丝围堵得寸步难行, 但她没有急躁,反而乖巧地回应粉丝,并抽空送上新年祝福。 最后,她用一句可爱的,可以让我过去吗? 不行就算了化解了尴尬,展现了她的高情商和善良本性。 跨年时,诚意在机场被挤跌倒,但她第一时间却是浮起了后面摔倒的人。 面对疼痛,她选择沉默,这种坚韧和善良让人心疼。 粉丝们纷纷表示,我们就这么一个哈基尼,可别给挤坏了。 而诚意本人则总是淡定地说,不行就算了。 这种从容和谦逊,正是她赢得人心的重要原因。 对于诚意来说,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一时,她从底层一步步走来,深知来之不易的机会需要倍加珍惜。 这种心态让她在娱乐圈中保持清醒和谦逊,也让她更加珍惜与粉丝的互动和每一次的表演机会。 粉丝们对诚意的喜爱,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演技和颜值,更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品质。 他们纷纷表示,一直挺喜欢诚意的,看完莲花楼后,就更喜欢了。 还有粉丝直言,因为她是从最底层上来的,来之不易的东西,自然要好好珍惜。 这种对诚意的认可和支持,也反映出粉丝们对真诚、努力和善良的价值观的认同。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变数的世界里,诚意用自己的实际、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。 她不仅在演技上不断突破自我,更在情绪管理和待人接物上展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和稳重。 这样的诚意,不仅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,更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忠心喜爱。 作为一名年轻的艺人,诚意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她会继续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属于她的精彩篇章。 成为娱乐圈中一颗璀璨的明星,而粉丝们也会一直陪伴在她身边,见证她的成长和辉煌。 诚意,这个名字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。 她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,更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榜样,一个始终坚守本心的艺人。 当众多明星在镜头前展现出各种情绪时,诚意却总能保持那份从容与淡定,让人不禁好奇,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? 在镜头之外,诚意的生活同样充满了挑战和考验。 粉丝们的热情与关注,让她时常面临着各种突发状况。 然而,无论是面对拥挤的粉丝群,还是在机场被挤跌倒,诚意总是能够保持冷静,用微笑和耐心,回应着每一个关心她的人。 这种情绪的稳定,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素养,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。 诚意的善良和谦逊,也是她赢得人心的重要原因。 她深知自己能够走到今天,离不开每一个粉丝的支持和喜爱。 因此,她总是尽力去回应粉丝的期待,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去回报他们的关心。 无论是在杀青现场与粉丝的互动,还是在机场扶起摔倒的人。 诚意都展现出了她内心的善良和温暖,而粉丝们对诚意的喜爱,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演技和颜值,更多的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品质。 他们欣赏她的谦逊和敬业,喜欢她的真诚和善良,在粉丝们的心中。 诚意不仅仅是一个艺人,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榜样,诚意的成功。 不仅仅是因为她拥有出色的演技和颜值,更是因为她拥有稳定的情绪和真诚的品质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娱乐圈中,诚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,只有保持冷静和坚定,才能走得更远。 未来,我们期待诚意能够在演艺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同时,我们也希望她能够继续保持那份稳定的情绪和真诚的品质,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榜样和温暖守护者。 诚意这十年来变了很多,但她一直不变的都是她的初心,尽管她没有被世界温柔以待,但是她依然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,始终记得她的来时路,不骄不躁,用最大的善意看待这个世界。 诚意还喜欢宠着她的果果们,她明白没有他们的支持,可能也没有她的现在,所以她总是果果们当朋友当家人一般对待。 会在直播或者采访时提醒果果们注意身体,要天天开心,对自己好一点,线下活动也会给粉丝买奶茶买点心,真的把果果们当妹妹一样宠。 可是,诚意哥哥你知道吗?果果们也想宠着你,想让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,想要你以后能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齐圈的文化就是,只要是琪琪喜欢的,果果们都无条件支持,只希望你能天天都开心。 你只要一回头,果果们永远都在。 优秀艺人诚意,她得意双心,不卑不亢,她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,年轻人的标杆。 内外兼修的诚意,她是一个阳刚血性的汉子,又是一个内秀腼腆的大男孩,她从不虚伪作作,从不卖弄藏桌,她呆萌真诚,从不营销人设,也不与同行和黑粉针锋相对,但对于原则性问题,她有自己的底线,每次维权必胜,每次维权款必捐, 每次开机,她都能够快速入戏,经常一次通过,日常生活中,她是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,她对所有同行,工作人员,粉丝路人都低调谦让。 慷慨解囊 她常年无缝禁组,哭戏和打戏被专业人士认可,堪称一绝,她婉拒房车,观照女演员,在剧组从不搞特殊,她饮食清淡有营养并坚持健身,她关心粉丝,亲自为他们剪携并扶起跌倒群演,她多次为应援粉丝赠送奶茶,她低调做公益,将善念付诸于行动。 2016年,初到6年的诚意,凭在诸仙清云之中的优异表现,首次荣获第七届牛儿奖。 如今的诚意今非昔比,她写全名口碑作品,武侠悬一句莲花楼,双双掌获多个国内外奖项和提名,被多平台认证为爆款,在央视和卫视多轮上新,在豆瓣也能有60万左右观众打出8.5以上的高分。 初到12年的她,曾在三年内上映三部爆款剧,三部热播剧和一部红色影片,单元剧。 诚意创造了新生代演员的热播剧,爆款剧奇迹,她成为最能抗拒的青年实力演员之一。 路遥之玛丽,日久见人心,充分了解一个人的确是需要时间的。 诚意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和细心体悟的品质艺人,意境千帆,喜尽千华。 经历过网报,也走过花路的诚意。 她的思想更加务实,就如李向一向李莲花一样转变了新性,她变得更加佛系,更加释然。 打磨演技,脚踏实地,说来简单,真正能够做到的演员又有多少呢? 谁不希望能够拥有完美人设? 有多少人能有勇气承受在众目睽睽下暴露缺点后被人大量吐槽呢? 大多艺人都拥有隐形的人设保护套,通过各种营销来树立人设。 诚意却用12年磨练新性,不断挣脱人设的套子,哪怕无数镜头对准她,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最真实纯粹的她。 躲过了任逍遥,终究躲不过她笨拙的浪漫。 谁的心狠狠激动了? 笨拙的浪漫让人们看到了诚意的真心和付出。 她并不擅长华丽的言辞和浪漫的举动,但她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粉丝的爱和关心。 她会在寒冷的冬天为粉丝们送上热腾腾的奶茶,让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感受到一丝温暖。 她还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,让他们感受到她的关爱和陪伴。 爱上诚意老师和呼吸一样简单。 截止到现在,最喜欢白发悬叶,但是现在诚意这个造型很符合富贵的年纪。 白发金发真的靠颜值来称,诚意实在太帅了。 诚意的白发一出总是惊艳众人,当年的音渊和悬叶扎跌就无法超越。 岂止惊艳二字可以形容,如今又会有新的造型,期待诚意再一次用精湛的演技, 配上贴合角色的金发造型,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更多观众。 诚意真是又高又帅又好看,演技还那么好。 期待诚意的演绎,诚意好魅惑,适配度很高。 金发和脸纹的交相辉映,妥妥的斯曼南。 王权富贵能不能快点来啊? 期待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,先预约,坐等王权富贵来。